執行完畢之後的話 那當然V就被這個點開來 記得你可以浮動它 然後你可以把它縮小 我的習慣是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可以從這邊執行可以看到結果就OK 再來清除的話其實也是同樣的步驟 其實執行你會發現這邊清一個 可是如果我要清除的是整個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道理是差不多的 第一個你可以在上面先按個Enter 加一個回圈 回圈的寫法一樣 就是打一個什麼For I 這邊的話打一個For 以後的話For I I是列的變數 等於什麼呢 第四列到 第103列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ets OK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呢 把這一行 直接就搬到這個中間來 我習慣是什麼 就選取它按拖拉就可以了 當然你也可以用減下貼上 你可以按右鍵減下 按右鍵貼上 不過我覺得這招比較快 拖拉有沒有 直接就放過來了 但是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動作 看起來 沒有很難 但是 可能你有一個地方選錯點錯位置 也會失敗 也會失敗啦 不過可能慢慢習慣 反正主要就把它放過來 然後這個Delete掉 再來的話呢 直接怎麼樣 把它按一個Tab鍵 為什麼要Tab 當然你不加Tab 它一樣可以執行 可是 相對的 程式看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 像之前有同學就完全都沒有 他就是這樣 他就把他全部都變成這樣子 他看得好累 因為這樣感覺 到底哪一個是哪一個 會 有問題 OK 所以盡量呢 該縮排的地方 還是縮排 For 看到有Next 裡面做什麼事情 清除的話 這邊要改一下 4要改成I 應該可以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執行 這邊會不會清掉 清楚了 OK 然後呢 如果這一段OK 這一段OK的話 那 請你把這兩段 把它 這個變成兩個按鈕 目前呢 這兩個按鈕是 現在 之前我們聚齊的按鈕 你不用刪掉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怎麼樣 改成 這個 我剛剛加個底線公式 因為這個是輸出公式 後面還有一個不加公式的 你可以把這個換成這個 這一個 換成這一個 那怎麼換 特別注意 一樣 如果說呢 已經本身有按鈕 你就不用把它清掉了 你就只要按右鍵 指定 就是意思重新指定的意思 本來是指定上個禮拜的那個聚集 現在重新指定 指定哪一個呢 指定這一個 門號 底線公式 特別是 我剛有加底線 OK 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選了他 然後呢 就是 把它 改成這一個 並且把剛剛複製的這個 門號 底線公式 把它貼到這 清除的話呢 你就按右鍵 指定 聚齊 那不過你會發現 因為呢 我在 Module 1 就第一個模組裡面有個 錄製的清除 在Module 2裡面有個名稱一樣 所以他會 為了要辨識 他會問你到底是哪一個 你有兩個 那怎麼辦 那我是第二個 所以記得選 Module 2的清除 然後名稱不用變 按確定 再來就是按他看看 能不能walk 可以walk 有沒有公式 有 清除 有沒有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看起來 一模一樣 有沒有一模一樣 其實你再切過來這邊 清除 這個時候有沒有 你會發現 發現不正確的名稱 為什麼因為剛剛 這邊有一個 清除 那邊有 所以記得這個如果失敗 按右鍵 重新指定一下 把它改成什麼 Module 1的清除 這樣應該可以 點一下 這ok 這個ok 不過你會發現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按這邊 他這邊會有選舉區 有沒有 那如果這邊的話會不會 這邊就不會 為什麼因為 錄製聚集呢 他是把你的那個滑鼠鍵盤的動作記下來 然後幫你寫出程式來 這個部分的話是自己寫出來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再把 這邊剛剛的程式 清除部分呢 也再加上回圈 後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下面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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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